來努力 對這件事我是感到很抱歉 也造成同志們 還有我們民進黨很多人的不滿 或是困擾 那我是再度表達歉意 一開口兩度道歉 因為超徵四千五百億 政府發六千元現金 高佳瑜脫口批評是行政失靈 讓黨內立委炸鍋揚言 黨計處分 高佳瑜道歉面火 但恐怕已經自損三千 我們會繼續在這邊 我日後每次都會拉 到市場發紅包 基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 吳欣戴在港湖市議員選舉 拿到一萬零八百一十六票 成為落選頭 表現超乎預期 傳出民進黨內 有人拱他參選 二零二四港湖立委 要拉下高佳瑜 不能說是一定不希望高佳瑜當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以本土派整體利益而言 會有一個更加 價值堅定一點的選擇 不會破壞大局 民主選舉本來每個人 都是有參選的權利跟自由 那我們也當然希望說 好的人選 大家在良性的競爭之下來努力 高佳瑜一改大名大放的態度 因為除了基進黨吳欣戴 民進黨內包含新科議員何孟化 中指揮許翰雲 以及資深議員李建昌 都被點名 渴望挑戰港湖立委 我是目前沒有這種意願 其實他自己 種什麼鷹 可能會得什麼 在這一年裡面 在港湖區 我真的會有很多波瀾 黨內挑戰聲浪不小 在藍大於綠的港湖選區 民進黨想穩住這一席 不團結恐怕不行 畢竟國民黨可能派李彥秀 由淑慧參戰 黃珊珊也可能出現 見指高佳瑜 守護港湖我一直都在 是我重要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沒有想太多 就是回到基層 好好的握緊每一隻手 民進黨2024要守住港湖立委 不管最終是否提名高佳瑜 恐怕都是場硬仗 三天新聞林凱軒 郵日報台北報導